妈妈 我们龙团今天给红菱医院扫地的时候 看见陈涛叔叔了 他被白狗子打伤了 淘了好多的血呢 他跟我说 我爸爸打仗可勇敢了 他还说什么呢 他还说 我爸爸捕捉了一个白狗子的连长呢 妈妈 你听 这墙多响了 准是我爸爸打的 你呀 什么都是你爸爸好 快 去电话去 听话啊 孙子 妈妈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去照顾伤员 你呀 练完字早点睡啊 嗯 哎 辛苦了 冬你妈 哎 哎呦 你看 冬子写在那儿呢 我来看看写的怎么样 嗯 写的不错 好好练啊 好好练啊 我跟你妈妈有点事 冬子爹啊 你这么说 嗯 啊 啊 哎呀 这一块 潘乃长 您再坚持一下 没事 你也忙吧 我 我行 没事 没事 行易啊 行易 大迪 他爸 他爸 你到底伤得怎么样了 没事 左腿啊 钻进个子弹 没事 死不了 医生说 这腿 哎呀 你别听他们吓唬你了 就我这点伤啊 根本就用不着台会柳西来 哎 行易 你呀 要听医生的可不能逞能 受了伤了就得好好治 哎 东子呢 我怕孩子心里难受 我没敢告诉他 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他 这心里头啊 还怪想着 哎 东子爸 你就在这儿好好照顾行易啊 我呢还得去安排晚上 给前仙送公粮的事啊 哎 行易 你踏踏实实在至上 要是让我知道你不听医生的话 你跟我收拾你 行易啊 行易啊 潘远啊 在 潘远啊 你腿里的子弹可得取出来啊 泡泡 是 去吧 留在里头 又不能吓傻啊 啊 是针扎牌的照牌长 看来伤得不轻啊 赶快给照牌长 注射针麻药 处理一下伤口 咱们医院剩下最后一针麻药 潘远长马上就要手术 啊 我用不着 赶紧给重伤员用吧 啊 潘远长 你的伤也不轻啊 啊 没事 我扛得住 不行 得先保证你的手术 哎呀 你这个医生怎么那么死晚 没看我撞得像头牛吗 别再耽误功夫了啊 赶紧给重伤员注射麻药 我没问题啊 我能行的 医生 就按她说的座罢了 行医 没事 你接着住吗 行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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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没事 血出来了 汉队长 你真行 医生没坑 铁脑的汉子 也没这么坚强啊 医生 把这个子弹 给我好吗 行 别擦 我就是要带血的 好吧 白狗子这一枪 打得可真转难 爸爸 冬子 冬子 爸爸 冬子 莫哭了 来 起来 莫哭嘛 都是阿冬团长了 还哭鼻子 爸爸可不喜欢爱哭的牙子 来 把眼泪擦干净 小医年没见了吧 爸爸可还考考你 看看 有没有长进 看 这是什么 是的 谁打的 白狗子打的 那这些红军叔叔 他们身上的伤呢 也是白狗子打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红军叔叔 他们身上的伤呢 我们也来想打他们 那白狗子流血 打好多好多的血 看看我这儿子 有骨子血性 就是像我 将来啊 准能成为咱们革命队伍里头的一条好汉 是啊 董子 是不是 嗯 哈哈 唉